这道缝隙一旦形成 你所有的筹谋和计划 都将灰飞烟灭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是爱啊 魏昭呢 我要见魏昭 大胆 你一个犯妇 竟敢直呼为指挥使得名讳 我有重大线索要告诉他 要是耽误了你担当的起码 见过指挥使 这犯妇 把门打开 是 下去吧 是 是你偷走了我的玉葫芦 若不是因为你多管闲事 将滕锐没死的消息告诉了裴衍 我也不会步步紧逼 害他的是你 不是我 你抢辞夺理 没有你打了人还不让人还手的道理 益飞 是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如今你已是弃子 自然就没有留着的必要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爱喝酒对吧 放心 不会让你走得太痛苦 刚临月那一日 你坏了我的计划 你为了救腾锐 又害老六失去了手臂 还有阿里 你不杀伯仁 伯仁却以你而死 下辈子 不要再爬树了 以后你若有事情 可以比个月了 到时候 我自会找个地方 与你相见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想说什么说来听听 如果你敢耍花样 我会让你死得更痛苦 我留了一封信 那封信上写着 你就是一面人 和你种种威逼我的手段 还有我在你身上 留下的证据 你还记得前日吉时吗 我摔了一跤 我的种子 你采的种子又叫暗夜又蓝 这种花一旦粘在身上 粘在血底 就很难清洗 哪怕洗掉了 用白醋浸泡 还是会变色显影 你以为 只凭一封信 就能动得了我 你是卫钊 是堂堂光明寺位置会是 当今陛下最信任的人 我知道 我跟你说了这些 你大可以把那双鞋子毁掉 一封信 一鞋底种子泥 大可以被你糊弄过去 可这亦会在侯爷和陛下心中 种下一颗不信任的种子 这棵种子或许很小 但是会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 睁开一道缝隙 这道缝隙一旦形成 你所有的筹谋和计划 都将灰飞烟灭 侯府现在被重重包围 连一只苍蝇都很难飞进去 你又怎么可能进去 找到一封不知道被我藏在哪的信 你说过 陛下不会为难侯爷 那侯爷马上就会回去 他必定会发现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杀了 你说过良人残暴 和你现在的重重行为 和那些良人又有什么区别 坚固太子殿下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启禀殿下 魏指挥使正在里面审问犯人 依惯例 我等部的旁听 坏了 三郎 手下留情 三郎 三郎 殿下 我受陛下之命来审问犯人 如此匆忙所为何事 故事受裴衍所托 来救这姑娘的 没想到裴衍对这姑娘如此的伤心 自己遭受着老雨之灾 还不忘护短 三郎有所不知 这姑娘事关重大 昨夜裴衍告诉姑 她是唐瑞案的回忆人证 裴衍竟然这么能藏 这正人若是死了 只怕日后和魏国扯不清楚 姑先去向父皇求情 三郎 到时候也要麻烦你 在父皇面前 为裴衍说说好话 殿下仁德 臣恭送太子殿下 想不到 裴衍为了这个丫头 做到了如此地步 大人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裴衍为了保这个丫头的性命 不惜让太子知道 她是唐瑞案的人者 这丫头杀不得了 真是便宜她了 不对 裴衍绝不是足以代弊之人 她叶会太子 不可能只为了一个讲词 难道还有后招 你去查一查 昨夜太子离开大老之后 还有什么动作 是 饭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